劳工朋友听到应该还蛮开心的 我们知道前几天新北市长朱立伦就炮轰 像这一次新生假期只有六天 真的好短哦 元宵节是不是也应该放假来拼经济呢 现在有立委就准备要提案了 未来是不是可以把它一个法治化 比如说农历春节的假期 是不是可以直接就放九天 不管哪一年通通都一样 来看看各部会的态度 经济部是保持一个保守的态度 他们认为长假的确 可能带来消费的正面效益 但问题是可能大家到国外来旅游了 反倒不一定把消费留在国内 不过内政部表示呢 他们持开放的态度哦 而高工局说 这样放九天会不会影响交通呢 他们就不管放六天或九天呢 他们都有输运的经验 面对这样的议题 相信劳工朋友应该都还蛮开心的 如果真的能够固定放九天的话 大家一定很开心